今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的首次會議 會議聽內懸掛了國徽及區徽 標誌著特區政治體系的里程碑 本屆立法會是特區根據去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決定 及全國人大常委會其後修訂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 落實特區完善選舉制度確保愛國者治港後產生的首個立法會 全體九十位議員 上週一在我監禧之下莊嚴宣誓擁護基本法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將設實履行立法機關的憲制職能 我在此再次恭賀每一位當選的議員 並承諾在任內帶領管治團隊和各位議員沖繩合作 並且在於告一位當選擇作為公正的大選手 運動正在公正下莊嚴宣誌 購誤作為公正